蛤 给不锈钢厚铁板做优模 可以同胆 来试试 希望不要翻车 哈喽 下载来了 最近不锈钢厚铁板 很受大家欢迎 众多高手在户外展现厨艺 同时我也收到很多小伙伴的提问及心得 那么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 不锈钢铁板锅具的纳仙式 304不锈钢铁板和锅具的启用很简单 只要将制作过程电解抛光等残留物及机具工业油清除即可 我的方法是用热水加清洁剂 浸泡大约10到15分钟 然后用洗餐具的菜刮布海绵刷洗干净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更慎重安心 可以连续用水加醋 沸腾10分钟消毒杀菌 请注意 忌讳用坚硬的钢丝球刷洗会造成破坏哦 OK可以开始烹煮了 这个想法一般是来自于对手铁锅的观念 开锅及养护油膜的主要作用在于防锈 也可以防粘黏 而不锈钢本身没有生锈的问题 烹煮技巧使用物理现象来顿佛罗斯特效应 热锅忍油 高温产生的蒸汽隔离防粘 所以可以不用做开锅动作 一般不是钢锅具表面都会打磨得很光亮 烹煮的附着物或轻微交构 不会粘得太牢固 正常清洗就可以 如果有完够 可以用温热的浓苏打水稍微静一会儿再洗 清洗完晾干放置就好了 不锈钢材质的锅具呢 煎煮需要一些技巧和操作熟悉度 高温下料 经常使用扫黑锅的我呢 也还在熟悉这个不锈钢厚铁板 想到有些食物不适合高温烹煮 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 上面做一个不粘的油膜 这样铁板下料理 是不是会更轻松呢 好吧 那我就来测试一下 希望这集不要翻车 先清洗干净 明火加热厚铁板 熄火稍微回温上油 不知道不锈钢到底能不能做上油膜 喂 坐上油我啦 因为不锈钢的附着力没那么强 我做了两遍 有点没那么均匀 反正之后多用几次都会全部变黑 看起来是可以用的 很像女生土的指甲油 光亮光亮光滑光滑的 不会粘手 用了几次下来发现不锈钢的油膜附着能力 因为金属特性确实没有小黑锅好 会有被金属国产刮下来的情况 煎个蛋给大家看看 防粘粘的效果确实还不错 只是油膜在不锈钢上附着力不够 油膜脱落情况虽然不严重 但是会造成日后养护的负担 所以大家用不锈钢锅具 还是要勤练技术哦 正如还是保持不锈钢美丽光亮的状态 其实就原本的状态就很好使用了 也不难清醒 光光亮亮的也更好看 这一期把实验的过程拍摄下来分享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 特别是今日头条西瓜平台的 露营曼时光真文活动 颁给我一等奖项 给我一个超级大鼓励 在此之间我们会更加努力拍摄优质影片 OK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